据国外媒体报道 预控告川普总统的成人片女星 暴风丹尼尔斯 早前在2001年就通过测谎一测试 这为他宣布自己和川普曾发生过关系的说法 增加了不少可信度 在测谎师的结果报告中 他称只有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无法证实的 前两个问题可信度都非常高 据了解丹尼尔斯的律师 已提前花25000美元 买下了这次测谎的视频录像 丹尼尔斯的律师对媒体说 他这么做是为了在丹尼尔斯控告川普期间 这段录像能好好地被保存 不会被人更改或损毁 非凡娱乐整理不到